淡字改現的顏色 你就要注意 你現在 的顏色 代表什麼意思 我講一下 我先定義清楚 老師 你想一下喔 那我來阿爸咧 這樣你再說 嘿阿爸 你有發現上面有字 字是要透 還是不透 都可以 都可以對不對 但是你詳細看我的字有沒有透 沒有 沒有啊 所以字其實就是不透 因為字只是要讓你去做記號而已 所以不需要透 你要透也可以啊 只是那個A就看成 就不是A了嘛 對不對 比如說那個AI 除電盒的A就不是A了 所以字不用透 那這個 開孔要不要透 要 所以老師 待會我們的顏色就只分兩種 一種叫做要透 一種叫不透 可以嗎 那你有看過人家 木板上掉照片的嗎 照片怎麼看得出來是照片 他會先把對比先拉伸 嗯 然後呢 然後再會繼續再改他的 少幾幾度的鼻子 那如果只分為透跟不透 看得出是照片嗎 很難對不對 就只有黑白而已 對 所以老師你先回照照片這件事情 這個顏色一定比較深 這個顏色一定比較淺 但這個地方要不要雕 再想一下 這裡的顏色一定比較深 這裡一定比較淺 這裡要雕 可以想一下 這裡要不要雕 這裡臉要不要雕 雕深雕淺 雕深雕淺的差異 所以臉的輪廓要看得出來 一定是 深的地方要雕 淺的地方 不雕 這是一個方法 可是深的地方要雕 頭髮也要雕 那頭髮跟這裡就看不出差異了 所以老師 照片之所以能夠變成照片 是因為 它有非常多的層次 才能看出一張照片 因為雕淺沒有顏色 那是另外一種課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想這個 這個 就很簡單 二分法 叫做Tog